28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一份指南 强化川普总统在11月发布的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投资者购买与共军有关联的中期股份 指南表明该行政命令适用于被认定为 中共军方拥有或控制企业的子公司 以及相关ETF和指数基金 路透社报道自11月起 川普政府陆续把有共军背景的中期列入国防黑名单 但华府内部对命令的执行强度存在分歧 消息人士说 财政部原本有意把子公司排除在禁令之外 但遭到国务院和国防部反对 28日公布的指南 明定适用范围 包含中共军方企业的子公司 目前被纳入黑名单的中期有35家 包括中芯国际、中国海洋石油以及华为等 除此之外财政部也有意列出 由中共军方控制达50%以上的公开交易公司实体名单 前白宫官员罗宾逊表示 这份指南显示美国决心执行强力资本市场制裁的努力 首次取得明确胜利 自11月行政命令公布之后 富士罗素、纳斯达克、标普斗琼 以及MSCI等指数公司 已经陆续将名单内的中期从产品中剔除 新唐人也在电视 叶恩杰编译